耗资1450亿卢比打造的印度地铁 为何运行仅6年就倒闭了 又是谁抢走了印度地铁生意 提起印度 很多人脑海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尽管可以看得出来 印度为拥抱现代化做出了不少努力 但不知为何总会半途而废 而从下面这件事情 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二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新德里卫星城古尔港的快捷地铁 将于9月17日结束最后的运行期限 其原因是因为地铁公司收入不足以支撑运行 该地铁耗资1450亿卢比 自2013年建成 没想到仅6年后便破产了 这对于印度大力推行的现代化交通而言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作为地铁营业机构 其创收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依靠票价 二是依靠广告商投放的广告 但总的来说 票价是最主要的收入 然而在古尔港会计地铁的2017到2018年度报告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该地铁60%收入来源于广告投放 乘客票价收入仅占39%据获悉 按照当地地铁部门的定价 快捷地铁三公里内票价是35卢比 相当于人民币3.5元并不算贵 当地一位官员表示 当地每天有超过2万名上班族 需要乘坐城市交通前往工作地点 而地铁公司预测 这其中至少有40%至50%的人会使用快捷地铁 然而事实是乘坐快捷地铁的人数远达不到这个数据 低乘客量导致地铁公司入不敷出 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 城市地区人口密度大 并且道路规划建设也是各种不合理 导致城市拥堵现象十分严重 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 地铁应该是人们出行的最佳选择 那么为何在印度没多少人愿意乘坐地铁呢 实际上印度地铁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那就是摩托车 虽然说印度摩托车经常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 摩托车还真的支撑起了印度交通业的半边天 摩托车的确是印度人民出行的大多数选择 他们可以无视交通的拥堵 快捷到达城市每一个角落 并且随叫随到 价格也不贵 而且近年来 印度的摩托车还与时俱进 推出了网约摩托车 完全私人定制 且一公里仅五如比 这样看来 地铁因为因竞争不过摩托车而破产 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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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